嗨,大家好,我是Oson阳老师 今天要陪大家练习小提琴版本的玛丽小阳 首先跟大家分享这首曲子《来源》的故事 大约在1830年的美国 有个非常传奇的女性叫做Sarah Hale 她本来是美东Newport市的儿童教师 在她的班上有个叫玛丽的女生 有天带着她的小阳来上学 结果同学就分心没有办法专心上课了 老师只好请她把羊带到教室外头 没想到这只小羊就乖乖地停留在教室外 直到放学后,这只小羊看到玛丽 很快地就回到玛丽的身边 于是Sarah就把这个故事编成童诗 希望小孩子爱护动物 这位Sarah在历史上不但是让美国庆祝感恩节的推手 还担任当时女性时尚杂志的编辑 非常的传奇 那日后再做影片跟大家分享 Sarah的这首诗不久之后 就被美国重要的音乐教育者与作曲家Lower Mason 普陈曲调 由于曲调只用了大调音接着前三个音 那有的版本有加上鼠音 所以很多乐器都会把这个曲调作为一开始的教材 由于小提琴的空弦分别是 Sorry love me 这四个音 那用中间两条弦来开始的话 对小异形来讲会比较简单 因此我们在小异形教材当中常见到 是D大调或者是A大调的版本 那如果您先前在学别的乐器有学过这首歌 然后你会习惯唱别的调的话呢 那我建议先把目前我们要学的像D大调先把它唱首 这样你在播奏或者是拉奏的时候 你的头脑才会连接到正确的唱名哦 这首曲子通常是在交过右手空弦节奏练习 以及左手一二三指的按弦知识 与手指保留的观念后才开始学 所以老师建议每次练琴前要先定好练琴的目标 才不会盲目的乱练 对于初学者的练琴目标可以像这个样子来调理 一 左右手要协调 必须在对准拍子的前提下 用正确的功法和音长来拉弯次曲 二 能够在眼睛不持续盯着左手看的状态下 拉出好听的音准 三 可以边唱边拉 而休止符时念出应该要做的准备动作 比方说是停 代表放松停在弦上 或者你要准备下一个音的按弦 或者是功要retang回功 四 双手关节保持灵活不僵硬 功感勤巧平行 且左手抬按指的时候 不可动到手腕或太多大拇指的力气 以上四点说来简单 做起来其实不容易 如果您都能达到 相信您的学情会非常顺利的 那老师先从左手开始带大家练 由于小提琴夹琴时 左手走必须扭转到琴声下方 才能够顺利的建构手型 所以初学者如果有困难 可以先用类似爆吉他或乌克利尼的方式练习波奏 那老师会先示范 好 那当你拖到这个一二指头保留在发的时候呢 你可以维持好现在这个手型 然后用右手帮忙把琴夹起来 然后呢检查一下 你的这个手肘腋下这边 有没有留一点空隙 不要整个把它压下去 这样你夹琴姿势就不对了 再来就是注意良好的发音 是利用弓本身的重量放在发音点上 右手用灵活的方式调节增加的弓压 现阶段尽量要求每个四分音符 可以用到接近中三分之一弓的长度 且发音点呢不要滑来滑去 右手手肘更切记 不要降音 不要像是在跑步一样 那最后老师会用不同的角度拍摄示范演奏 然后再放上老师特别编曲的活泼伴奏版本 祝您练习顺利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